诶,大师,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个光柜啊? 夏说了一句话,结果应验了 怎么回事? 小时候,我娘问我 儿子,你以后娶了媳妇是不是就把娘给忘了? 我说,你看我是那种能找到媳妇的人吗? 大师,上班和退休有什么区别? 上班的时候,是能挣钱才能吃饭 退休以后,是能吃饭才能挣钱 我问,闺蜜之间保持友谊的秘诀是什么? 保持一定距离,互相盲盲吹捧 一起说同一个人的坏话 年过完了,很多人都要面临的三件事是什么? 人胖了,兜空了,又该出去打工了 最近我和男朋友老是吵架,我烦死他了 吵完架,先不要急着责怪别人 而是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如果真是自己的错,再好好想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他 请问,上什么课的学生最无奈,却又无法逃课? 拍照 请问,如果你成了首富,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装逼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现在他们都说我寒酸,等我成了首富 我一定要穿更破的衣服,更烂的鞋 那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低调 哎哟,你们 你说,炒熟了的生菜叫什么? 煮熟了的生蚝又叫什么? 那应该叫熟生菜,熟生蚝 照你这么说,那染黑了的白布,应该叫黑白布 哎哟,你们 哎,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假话呢? 不好看 那真话呢? 真不好看 你什么学历? 本科 那我考你个数学题 好,你考吧 咱们李经理二十年前二十岁 请问,二十年后他多少岁? 还用说吗?四十岁啊 哎,野鸡大学害死人啊 光知道看西游记,你悟出来什么道理吗? 你看,那些神仙犯了错 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贬到人间 可想而知,人间该是有多苦啊 请问,你今年挣的钱打算怎么花? 先还债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明年接着还 好,明年接着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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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